来来来 我来一个 路客团来台到处爬爬走 不管是故宫还是九份老街 到处都是观光客 吃不停逛不停 吃去的免税店 当然要来买个过瘾 在路客的游览车 一辆接着一辆的来到免税店 但这样的场景 今年九月后恐怕再也看不到 大陆八月一号起 取消路客自由行签证 九月起团客也将开始缩减 路客虽然越来越少 但免税业者统计 近五成免税商品的销售客群 还是以台湾消费者为主 免税店业者特别祭出 史上最强的周年庆优惠 除了免税价最高还能达到三折 希望能透过线上预购充满气 免税完之后还是能再打折的话 对啊 应该还是有点兴趣 至少可以把一些消费留在台湾 这是好的事情 就会提高购买意愿 就是因为它已经免税 如果有再折扣的话 那应该是比周年庆那些都还要再便宜 以线上预购免税商品来说 过去只在桃园机场开放 现在也加开松山机场的预购服务 就是看好商务人士带来的商机 我觉得主要原因是在于说 因为路客减少 包括说像团客 或是自由行的人数 大幅的减少 这个时候既然路客不来 然后东南亚旅客又没办法补上的时候 那不如找我们台湾本土的购买力 把它激发出来 看能不能补上中间的差额 不让路客缩减影响业绩 免税业者推周年庆优惠 不只希望能吸引新顾客上网预购消费 更希望能借此打通更多的销售管道 开拓新客源 山顺主顶方向台北报道